华人特殊儿童之友FCSN 于4月12号周二上午 举办了一场命名仪式 将Fremont中心建筑 正式命名为 Cheming and Margaret Who Center 以表彰长期支持该中心的 胡振明博士抗力 FCSN是在1996年 由10个家有特殊儿童的 华人家庭发起成立的 关怀照顾特殊儿童 及其家庭的公益机构 Fremont中心于2006年成立 随后于2017年 在圣河西成立了南湾中心 去年4月份该中心 另外在Fremont购置了一个场所 目前还在装修当中 每年服务超过了 500位特殊儿童及成人 这一次以胡振明及夫人 梁淑林女士命名的 是最早成立 但一直没有正式命名的 Fremont中心建筑 胡振明博士是伯克莱加大 杰出讲座教授 曾任台积电技术长 拥有美国国家工程院 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等等多项融贤 并于2016年获得奥巴马总统 亲自颁赠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胡振明博士长期支持FCSN 并于2016到18年担任该会理事主席 最近更捐款50万美元给该中心 他希望此举能够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愿意支持这个 协助特殊儿及其家庭的公益团体 特殊儿童之友 是一个很重要的社区组织 它招呼了几百个特殊的儿童和成人 以及上千个家庭 所以我们也能有这个机会 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我们希望是抛砖引玉 希望大家都来支持 很多办法可以支持他 你用捐赠现金 捐赠用过的老汽车 来做义工 做这些特殊儿童的朋友 我们非常欢迎 这是我们这一次 做这个捐赠的目标 就是希望抛砖引玉 当天的命名仪式 除了多位FCSN现任 以及前任的干部和义工以外 该中心所在地 阿拉米达县现议员 David Halbert的代表 以及Fremont市长高绪嘉 副市长Russ Salvin 市议员黄杰宜与 邵阳博士等地方民选官员 也都出席并且致赠贺壮 高绪嘉还特别介绍了 胡博次抗力之子Raymond 并且邀请Raymond上台致辞 Raymond参与FCSN的活动 已经二十多年 非常具有艺术造诣 而市议员黄杰宜也分享了 她身为两个特殊儿 母亲的心路历程 此外 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 办事处处长赖明奇 以及金山湾区华侨文教 服务中心主任庄雅淑 也都应邀出席 他们一致推崇 华人特殊儿童之友的贡献 也希望胡振明博士 抗力的善心一举 能够发扬光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